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军哥哥 你乖乖交几根头发吧 你的丫头 救命啊 抓紧救我 四少 穆小姐要进来了 大叔 你有没有怎样 他欺负我 你还真敢说 不过也要有人肯信啊 我信 亚军哥哥 你明知大叔腿脚不好 还这样欺负他 我欺负他 你谁也看见了 大叔不会骗我的 四少 我等着看你最后怎么收场 一边说要三天时间出结果 大叔放心 不管结果如何 你身边都有我 天星 我是真的不能失去你 大叔 我不会离开你的 天星 说有天 我骗了你 你会不会原谅我 你不会的 大叔说过 我们彼此之间要多些信任 所以 我会百分之百相信你 我不愧吗 快吃吧 嗨 天星 亚军哥哥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想吃阿师做的饭了 没有海鲜吗 沐小姐 被猫咬了 打针期间不能吃辛辣的食物 也不能吃海鲜 原来是富商了 亚军哥哥果然很奇怪 不知道大叔有没有发觉呢 我吃好了 你们慢用吧 你发现他很奇怪 发现了 昨晚听说要拔他的头发就跑了 现在拔下来了他又回来了 对了 等一下我要去办公室处理点事情 下午六点半左右回来 大叔不要太辛苦了 小龙 你怎么能对天星动这样的念头啊 妈妈 你知道什么呀 天星那么快就原谅他 还想办法把他捞出来 这说明天星心里喜欢的人是我哥 他就是觉得四少比我们有钱 你疯了 这种话你也敢说 要是传到四少那里 下次搁的可就是你的耳朵了 爸爸 我觉得小鱼说的话有道理 天星从小喜欢我怎么会说变就变了呢 他只是一时糊涂 他会回来的 你 喂 怎么看都想故意射绝让我往里面跳 然后把天星嫁出去 换我出来 小龙啊 这种话你可不要再说了 你们安分一点吧 学校那边通知小龙的军级返回青城远级了 小鱼也被学要退学了 小鱼也 我 我 为什么 这是活该 我现在和老木出门办事 让他们在这儿老是待着 你去跟老木说说 你也别跟老木夫妻俩开口了 人就不欠咱们的 哼 妈妈 我哥哥以后该怎么办呀 哼 一定是四少那个混蛋搞的鬼 小龙 我跟我哥回去念书 就是四少一句话的事情 既然天星已经嫁给四少 我们为什么不去说说看 可是你爸说不许我们 我怎么会想要我 难道我跟我哥就这样荒在家里吗 我们去梓卫宫 天哪 要不我们还是跟你心仪说说 让她来找天心 来都来了 怎么说也要见到天心才回去 这就是孟小渔 他们来紫薇宫做什么 不行 我去跟您少说一下 可别让他们 把孟小姐惊着了 你看着 我去 好困难就饶了我吧 是告诉他们屋里没人 如果不听就要飞刀伺候 说是我负责 霓少 即使在宁国 杀人也是犯法的 登陆各大漫画平台 乖乖看后续剧情哦 词曲 李宗盛 是一个微笑 上天说明就注定 爱上你我早知道 酸甜融化里 你甜甜的微笑 飞扬的裙角 是无可抵抵护的美好 时间静止在这一秒 我问你 像棉花糖一样 我问你 像心里一点点的发烧 我爱你全世界都明了 我的世界因你而美好 你仔细有灵犀的微笑 默契正好 幸福要向全世界宣告 跨越世纪风暴的阻挠 每次转身 每次转身 你才就好 刻下我与你的 爱的符号 初次相遇 谁突然的心动 你的微笑 像棵糖 在我心里 甜甜融掉 是甜蜜味道 想和你环游世界 请问拥抱 心有灵犀一个微笑 上天说明中注定来上你 我早知道 酸甜融化了你甜甜的微笑 飞扬的裙角 是无可抵抵的美好 时间静止在这一秒 我问你 这秒 像棉花糖一样 我问你 这秒 从心里 点点脑发烧 我爱你 全世界都明了 我的世界 因你而美好 每次心有灵犀的微笑 默契正好 幸福要向全世界宣告 跨越世纪风暴的阻挠 每次转身 每次转身 你猜就好 刻下我和你的爱的符号 我爱你 全世界都明了 我爱你 全世界都明了 你这么想